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行情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藝昂哲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玉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盤表現 台子今天上漲270點來開出 最高點出現的早上9點05分 來到22425 那麼最低點 則是出現在接近收盤的時候 來到22186 整個正當區間總共是239點 現貨的成交量則是放大 來到了4614億 那麼今天老師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雷聲大雨點小 各位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下這麼一個標題 我們可以看到 聯準會正式啟動了降息循環 昨天呢 美國股市全面大漲 道琼跟S&P500 甚至創下了歷史新高 台子也就延續夜盤的走勢啊 今天開盤就大漲了270點 那麼各位投資朋友 昨天指數是開高走高 這是自9月3號以來 首度突破月線的壓力 那麼呢 今天雖然突破了月線 但是一面而來的 就是季線跟套勞區的反壓 那麼再加上早上開盤的當下 其實量呢是快速的一個放大 使得今天早上啊 雖然一度大漲了超過300點 但接下來卻是一個緩步走跌的趨勢 行情到這裡正式結束了嗎 各位投資朋友 昨天還記不記得 老師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說 我說呢 現在台北股市的技術型態 跟NASA的指數啊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類似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這樣講 NASA的指數現在是台北股市的一個先行指標 如果NASA的指數沒有出現反轉的訊號 我認為短線上指數仍然有上攻的一個空間 只不過呢 現在行情在這個尷尬的位置啊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壓力浮現在眼前 但是如果觀察今天的盤勢結構啊 它仍然是屬於一個多方控盤的情況 為什麼呢 待會老師來告訴大家 只要是多方控盤的結構啊 短線就算拉回 它幅度也相對有限 那麼今天當衝到底該如何找尋一個 適合的切入點位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就是要了解到今天的盤勢架構 透過我們的看盤口訣 我們盤靠現貨公視看期貨 雖然只有短短的10個字 但只要你熟練的運用它 就能夠在每天早上開盤的當下 快速地掌握當天的盤勢架構 我們就來看到今天早上 老師怎麼樣來提醒投資朋友 在今天早上9點04分 當大盤開盤短短的4分鐘之內 老師透過台紙15分鐘的成交量 大盤第一分鐘的成交量 期貨現貨之間價差的變化 還有老師操作的經驗給會員朋友第一手的分析 今天台紙15分鐘是成交了2887口 小於過去的五日均量3500多口 那麼在現貨的部分 我可以看到第一分鐘已經成交了189億 是遠遠高於過去的五日均量114億 那麼其現貨成交量未同步的情況之下 行情延伸度通常是有限的 那麼今天早上 台紙的漲幅是領先現貨 電子的漲幅是領先台紙跟金融 按照過去我們看盤的經驗 這就是屬於一個多方控盤的結構 短線仍有上行空間 特別要留意價差的一個變化 所以各位 如果能夠在每天早上一開盤 就能夠比別人更快掌握今天的盤式架構 當行情來的時候 自然你就能夠選擇一個正確的應對方式 那麼除了了解到盤式結構之外 我們每天早上同樣的有件事情非常重要 什麼事呢 就是要知道今天一開盤 主力做多還是放空 怎麼樣能夠掌握到主力開盤的多空動向 可以透過老師的獨門指標 就是我們的預估開盤價 今天的預估開盤價是多少 22323 各位 這是在每天早上台紙開盤之前 系統所計算出來的預估價 等到8點45分實際開盤之後呢 我們把實際的開盤價跟預估價做比較 一秒鐘就能夠知道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來看一下早上的截圖 今天是9月20號 光束指標預估開盤價22323 實際的開盤價是22345 當實際的開盤價大於我們的預估價 就代表在開盤的當下多單大於空單 因為多單大於空單才會把開盤價往上給提升 那麼這些多單哪裡來的 我說過並不是一般的投資人 因為大部分的投資朋友會等到開盤之後 觀察一下技術指標 觀察一下自己習慣看的這些數據 才來決定到底該怎麼操作 唯有主力法人跟大戶會在開盤的時候 積極的進場建立部位 所以透過這樣簡單的邏輯 我們就能夠判斷出來 今天因為實際的開盤價大於預估價 代表主力開盤是偏多操作 我們來看一下公布的時間 是在今天早上的8點39分 所以各位 如果能夠在每天早上開盤之前 得到老師的預估開盤價 是不是今天一早上開盤 你就能夠掌握主力是偏多操作 所以我們第一筆單就是跟著主力來進場 今天早上8點45分一開盤 我們第一筆單就是22325進場做多 是不是在一開盤的當下 你只要跟著主力進場 就有機會能夠快速的賺到第一筒金 那麼除了在開盤的時候 開盤價進場之外 我們還有一筆加碼單 在哪裡呢 在早上8點56分22375的地方 突破了我們的多方加速點 所以我們再加碼一筆 那麼早上短短半個小時不到的時間 其實一口單就有接近100點獲利的機會 那麼當行情開始緩步拉回 我們說過這時候我們既然是多方控盤 我們就是要來找買點 什麼買點怎麼找呢 在這裡各位 這個地方呢 正價差瞬間收斂到49.88 其實前面啊 正價差大概都是在80點到90點之間 在這裡忽然出現縮小 這就表示啊 這個地方台子有超跌的現象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再次進場做多 早上9點35分22315的地方 進場做多 那麼這一段上來呢 一口單也有超過40點的機會 那麼接下來下半場 航行開始進入震盪 尾盤啊出現快速的下殺 那麼事實上呢 這一條紅色的虛線 是在開盤之前 系統已經事前計算出來 今天的一個支撐點 這個位置呢 就是在22190 在今天下午的1點25分來到 開盤之前 我們系統已經先行預告 這裡會是今天的支撐 雖然呢 最後反彈的幅度啊 比較有限 大概只有30點左右 但是今天的行情開高走低 但是只要你用對方法 都可以找到好的切入點位 我們再來看到這一張圖 這張類股分時走勢圖啊 老師每天都會跟大家分享 白色的這一條電子旗 下面這一條是台子 最後面這條是金融 從早上開盤到收盤啊 你可以發現到 電子都是維持著一個 相對強勢的一個狀態 即使呢下半場有收斂 但只要電子沒有出現一個 明顯轉落的趨勢啊 也就表示 今天行情就算拉回 幅度也是相對有限 最好最安全的操作方式 就是在拉回的時候尋找買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今天早上會員收到的簡訊 首先第一個8點45分 10月起止22325附近 收訊後 市價做多 這就是我們的開盤光速指標 我們的光速指標是市場上 真正唯一的領先指標 只有我們有辦法在一開盤的當下 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動向 做股票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法人大戶究竟是怎麼做的 同樣的道理 今天如果你在做指數做當衝 你能夠知道開盤的當下主力偏多偏空 是不是你就有機會能夠贏在起跑點 所以我認為光速指標對當衝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我們再來看到在8點56分 10月起止目前22375附近 收訊後市價做多 這就是我們的當衝智能指標 雖然光速指標跟智能指標計算的方法 跟邏輯不一樣 但是都是能夠幫投資人在盤中 找到適合的切入點位 而且我們的點位非常的明確 都是看得到也做得到 絕對沒有什麼正負10點 或是正負20點這種模糊的抠訊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在早上8點39分 我們在開盤之前 系統所預告的 今天的壓力是在22440 差一點點沒有來沒關係 今天的支撐是在多少 22190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 早上9點35分 10月起止目前22315附近 收訊後市價做多 這就是我們的起止當中最佳工具 鷹眼預判系統 每年早上8點35分 勝負已定掌握鷹眼掌握關鍵 我們的鷹眼預判系統 跟別人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有三個 第一個我們是在開盤之前事前預告 而不是盤中 投資人告訴會員 急急忙忙的掛單 因為有時候行情來得很快 如果你不是事前掛單的話 根本就沒有機會成交 那麼第二個我們會在很多密密麻麻的轉折點裡面 各位如果你買過軟體或是跟過其他的群組 你會發現他給你的轉折點 通常都是上面三道下面三道 那麼在這些轉折裡面 到底哪一道是最有用最關鍵 沒有人會告訴你 你只能夠自己憑運氣去拆拆看對不對 但是老師的鷹眼預判系統是在所有的轉折點裡面 各位幫大家挑選出一道最關鍵的壓力跟最關鍵的支撐 你沒聽錯就是只給一道壓力跟只給一道支撐 讓你可以集中火力 而且經過老師的挑選 絕對是最有可能出現轉折的點位 那麼除了開盤前給你的一道壓力跟支撐之外 如果盤中有價差有再次進場的機會 就像今天價差瞬間擴大縮小 有可能出現轉折 老師也會一併的來提醒投資朋友 所以呢 做指數啊 你只要掌握開盤之後的方向 掌握盤中關鍵的轉折點 任何的行情基本上都能夠迎刃而解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永成國際投目 擁有完善制度 頂尖一軟體設備 穩固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提供精闢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您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您投資的無二選擇 永成國際投顧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成國際投顧 入會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師名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除了早上在9點05分給的第一手報告之外 當9點20分左右有越來越多的資訊進來 我還會整理一個更詳細的看盤關鍵 首先我們來看到 第一個 降息循環啟動 科技股轉強 標普及道琼創歷史新高 那麼第二個 台子未平常量昨天大增7000口 籌碼動能增溫 有利攻勢延續 那麼第三個 自營商持續減碼台股的ETF 期貨跟選擇權進步位是由多翻空 那麼第四個 指數開高進入套牢區 預估量創9月4號以來的最大賣壓湧現 我們來看一下結論的部分 今天只要電子維持相對強勢 搭配未平常量水位激增 賣壓消化後仍有上行空間 可留意盤中價差的變化或有轉折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點20分左右 你也能夠收到我替會員所準備的資料 我相信你就能夠比其他人 更快掌握今天盤面上所有的多空重點 包含了技術面 包含了籌碼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漲跌 通通都在裡面 不像過去一樣 有多單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多頭老師的節目 每天都是買點 天天都是起漲點 也不要因為你手上有空單 就每天去放大一些利空的消息 如果你只是找尋自己想要看的資訊 基本上只是在找安慰 你只是希望市場上 有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樣的 可是這對操作來講 並沒有真正的幫助 從現在開始 你可以跟我一樣 每天同時吸收多空兩邊不同的資訊 這樣子你才能做出最準確 而且最客觀的判斷 現在就拿出你的手機 打開你的Line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te 就算你現在還不是我的會員 留下你的聯絡電話 或者直接打電話進來 助理就會來幫你做設定 早上的時間 就能跟會員同步接收到我的訊息 更重要的是 這些資訊完全免費 也可以掃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訂閱我的頻道 找我最新的解盤影片 最新的教學影片 都能夠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們再來看到 在道琼指數的部分 昨天這根大漲 扎扎實實的再度創下的歷史新高 前面兩天都是留上一線 昨天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長紅棒 所以有沒有機會 從這裡再次出發 展開一波新的公式 這兩天非常值得我們觀察 因為我們講過 不要用一根K棒 決定你的多空看法 但如果他連續三天 能夠站穩關鍵的壓力 這個壓力就會轉變什麼 成為下檔的支撐 我們再來看到 S&P500指數也是一樣 長紅突破 而且創下了歷史新高 那麼比較差一點點的 就是納納克指數 昨天雖然是長紅棒 但嚴格來講 他還沒有創高 不過納納克指數跟台股 台紫期其實技術形態 是最類似的一個市場 我們來看到 現在台紫一樣 也是面臨到前波的壓力 不過我們來看到月線 現在是在21776 昨天的這根長紅棒 加上今天高檔震盪 開高之後上下震盪 但是只要能夠連續三天 沒有跌破月線 正常來講以目前的態勢 除非有非常大的利空 不然第三天要灌破月線的 機會並不大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看出來 是一個多方 非常多頭排列 非常明顯的格局 只不過現在剛好面臨到 前面這13天的一個盤整區 能不能夠順利的突破 我們就來看一下 整個期貨籌碼動能的變化 我們看到 未平常量這幾天 從66820 然後增加昨天來到73946 昨天一口氣增加超過7000口 這根長紅棒 那麼今天開高之後 雖然震盪幅度並不大 但我們看到盤後的數據 再度增加來到77252 也就是這兩天的上漲 未平常量足足增加了 大概有1萬口左右 所以我們說過 未平常量並不代表 行情的多空方向 並不是未平常量高 行情就會漲 未平常量低 行情就會跌 而是代表有多少人留在場內 如果流昌的人越來越多 行情就會往原本的方向 持續前進 那麼這一套理論 老師至始至終都是沒有變過 所以按照現在的一個 未平常量的變化 還有行情的走勢 我們就可以推斷 以目前的結構上來看 籌碼的動能是偏向多方 但能不能夠順利的突破 這一波的壓力 最主要當然我們要看我們的先行指標 也就是開頭所講的 NASA的走勢 那麼我們再看到現貨的部分 現貨呢 今天尾盤爆出1100億的量 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很簡單 因為負時指數在調整權重 如果扣掉這些量 今天大概是在3600億左右 所以今天量是增加 但幅度相對是有限 基本上來講 它仍然是符合一個價漲量增的格局 不過剛好就是我們說遇到季線 還有前面這個套牢區的反壓 那麼接下來行情到底該怎麼走呢 買錯股票等於錯過行情 操作指數才能夠萬無一失 那麼這兩天 尤其昨天大家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股票老師 在節目上大聲疾呼都說 行情就要噴了就要噴了 一定要把所有的家當全部壓下去 各位這樣對嗎 以期貨操作者的角度來講 老師認為所有的操作 都是有風險存在 最好的方式是且戰且走 那麼這兩天雖然行情大漲 以今天來講 各位今天漲了100多點 如果你扣掉台積電 扣掉聯發科 今天大盤漲多少 漲10點 所以你買錯股票 就算行情漲上來 可能也與你無關 其實大部分很多股票啊 其實現在都在一個相對低檔的位置 在做一個震盪 行情會漲上來 都是靠著一些大型的全值股 即使這一波真的往上 再漲了一兩千點 你選錯股票 基本上是完全跟你是無關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 當然是來操作指數 老師的千里眼 波段策略下單系統 是這20年來 老師的實戰經驗 所轉化成的指標 在這將近100支的指標 老師會挑選出五支最符合 現在行情的操作策略 把它包裝成一個投資模組 這樣子才能夠同時掌握 短線 中線 長線 還有逆施加碼的機會 如果你只有一支策略 或兩支策略在跑 你很容易出現一種狀況 就是你下車之後 你很難再上車 只有多策略 你才有機會能夠 完完整整的吃到整段的行情 更重要的是 這些都是老師自己的策略 所以可以隨時按照行情的變化 來調整參數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期貨商 這些券商 自營部有這麼多的高手 如果策略讓他自己跑會賺錢的話 不需要養這麼多人 所以你過去買過軟體自己做 覺得績效不好沒關係 試試看老師的千里眼 波段策略下單系統 我們就來看到 今天是10月台指 成為主要交易月份的第二天 在第一天的時候 行情先蹲後跳 在這裡觸發了我們多單進場的訊號 我們有五支策略在跑 每一個箭頭代表一支策略 箭頭向上代表策略做多 首先我們在昨天的10點15分 21783 連續進了兩筆多單 接下來行情持續往上跑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反手做空 但事實上 我們的策略再加碼做多在10點45分 21977那麼在今天早上開高的時候 更正昨天尾盤拉高的時候 短多單 在12點半的時候先減碼 今天開高的時候 再度在8點45分開盤價 22345的地方再減碼 現在手上仍然有一筆多單 我們就來看到 在第一個交易日 我們替會員創造了878點 今天第二個交易日 已經來到1712點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做指數要的就是有波動 要的就是有行情 不管往上往下 只要有行情 都是我們賺錢的機會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上半年的時候 其實上半年除了在1月份 因為交易天數比較短 波動比較小 出現的虧損700多點 接下來2月3月4月5月6月 連續5個月都是出現獲利的狀況 只光光單單在上半年 就替會員創造了8632點 相當於新台幣超過170萬 那麼這是用大台紙來計算 小台紙我們就把它乘以50 也是一樣收穫豐碩 我們來看一下下半年 下半年的行情就沒有那麼好做了 7月份我們是一樣 賺702點 8月份這個大波段被我們抓到 我們賺了5000多點 5400多點 但是在9月台紙期 這個地方是先盤整再跳空 再盤整再跳空 對波段單來講 這是一個天堂路 但是只要度過了這一段風雨 接下來獲利就會來得又急又快 那麼上個月我們是出現虧損 3100多點 這是近幾年來最大的單月虧損 可是現在單單兩個交易日 我們就賺回來1700多點 老師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的策略絕對是不是啊 所謂的百戰百勝 仍然會有遇到所謂天堂路 或是那種風雨飄搖的情況 但只要度過了這一段 接下來就是一個連續獲利的狀況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上半年加下半年 我們2024累計是賺了13288點 老師所有的操作 所有的競速場點位 都在上面跟清楚的 跟大家做一個清楚的交代 你可以去看一下全市場一定也有 其他做波段單的老師 有哪一個人可以像邱老師一樣 從1月份到現在10月份 每個月損益 還有甚至進出場點 都可以跟大家做一個清楚的揭露 我相信找不到第二個人 所以這就是因為 老師對老師的自己的策略 非常的有信心 非常有把握 要需要波段策略的三種人 哪三種 沒有辦法天天盯盤 有些投資朋友擔心做指數波動很大 沒有辦法盯盤 就擔心有風險 這時候你可以跟著老師 一起來做波段單 有訊號才會進場 第二個想要賺取大行情 想要逆轉勝 這時候你當然要賺波段單 這時候只要抓到一個大的波段 一個月幾千點 絕對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就像在8月份 我們一個月就賺了5400多點 第三個沒辦法克服人性 如果你常常是賺小賠大 看長做短看短做長 沒辦法克服自己的心魔 這時候你當然更需要透過軟體來協助你 從現在開始 只要你家裡有一台可以上網的電腦 或是你想收簡訊自己來下單的話 即刻打電話進來 就能夠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說過 第四季的行情 恐怕會比第三季震盪來得更大 這時候做指數是最好的一個時機點 機會就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 既然你有工具有方法 每天你都充滿了機會 如果你常常一進場就覺得 呼吸困難心跳加快 就表示你的方法並不是非常的可靠 從現在開始 我認為你有新的選擇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跟老師一起來進場 想要當一家就要找專家 最後老師祝大家天天做期貨 天天有收穫 我們下次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VWENDEG WENDEG